文学 历史 哲学 商业 工程 艺术 音乐 随时随地 边停边行 穿梭大学电堂 捕捉智慧光芒 大学堂 大家好 我是邵善欣 多得社交媒体越来越发达 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在上面接收到不同的资讯 不止是朋友们的近况 大家分享一下美照 还可以转贴一些新闻 帮助大家了解时事 不过除了新闻之外 观点、评论的文章亦不少 无论你同意或不同意 都可以即时在网上有回应 这个时候人人都化身成为评论家 传统的传媒又应该怎样自处呢? 读书人又可以怎样去参与这件事呢? 网上博客金欣婷 跨媒体时事评论员刘世良 和前港大学生部学院的编辑 刘以正都有话要说 我们把不同的概念或不同的评论 混淆在一起 就好像只有一种社交媒体的评论 我们现在身处的一个年代 就是一个populous和post truth的年代 最简单和最可以照顾到大众的 就是一些好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很认同的一件事就是 依然需要有很多人去砰石仔 去做一些很艰劫很难去明白 甚至是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 intellectual masturbation 的一种理论建设 或者一些真的去做学问出来 因为这些学问刚刚出来的时候 可能是很艰劫 可能很多人去明白 可能只有十个人看 两个人like 一个人share 这样才算 但是这种理论或者这种知识 如果他真的有价值的 他是会透过时间的沉淀 而令到更多更多人的去知 而可能在五十年的时间 他成为了一种你妈妈都会知道的一件事 我想这个就是那个知识的一个作用 就是他不是说 即时去将他的功用去揮发出来 而是他要透过发酵 透过慢慢的扬製 他才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风味出来 那这个是我觉得 为什么一些很长篇的评论 或者一些甚至 传遇率很低的评论是 依然有他很大的价值 就是因为他是 成为了第一步去创造一些未来 一些很重要 也都是将会是一些很普及的知识 那做学术文章呢 总会遇上一些质疑 就说 喂 这样很曲高啊 不过呢 话虽如此 有些东西都不是说 截然易分的 金欣婷更加说 市场不代表一切 为什么呢 那个市场的形成就是在于 在于99.9%的人 他要求的都是很简单的 他要求都是一些很即时 可以很代表到他们的情绪 以及一些抒发到他们想想什么的评论 可能是那个视点是摆得很近的 他可能要的只是在看之后的两天 甚至是之后一个月的发生的事 但是有些评论他在说的东西 他在看之后一年去说的 或者之前一两年去看的东西 我昨天看了一篇我觉得写得很好的文章 就是众心文情长去写的 他说为什么中联办会这么努力去支持林郑 他提出了三点 而最后的一点就是 他用了四个案例 第一个是宋林案 肖建华案 和郑永健案 他用不同的案例去 把整个很大 和一些很零碎的 不同的案件 和一些很零碎的线索 去拼凑为一个很好的picture 去理解到 究竟为什么 城部会不断去炮轰林郑所代表的中联办 而他们不是应该是同一个态系 就是中共不是应该是代表一个板块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要有他的那么深厚功力 和可能对于中国的政治 是了解那么深的人才可以做到 当然那篇文章不会很多人share 甚至我没见过在facebook 有我任何朋友share出来 但是这些文章他影响的人 而那些人可能未来会产生出一些 很优秀和很好的文章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 叫做KOL Key Opinion Leader 一些意见领袖 他们不一定是演员 或者是大家熟悉开的电视电影的人物 不过他们的形象就十分之入屋 在网上都有不少捧场客 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 什么都说一下生活 时事 好像一个朋友 有时又会介绍一些产品 这个时候真人和营销代表 这两个身份都很难分得清楚 跨媒体时事评论员刘世良 讲起这个现象就颇有危机感 在香港这个社会要带来一些所谓的改变 或者一段特别是讲政治制度的改变 几大程度上是可以透过Facebook 去做到一个mobilization 或者Facebook可以真的鼓动到一些人 或者真的可以令到那个改变去发生 还是只不过它是停留于一种很虚假的 充权的状态 令到你自己有一种 euphoria 觉得我是真的在改变这个社会 当我出了一个status 或者我给个like 或者我做过这样做过那样的时候 我是在改变这个社会 这个是自己近来在想的问题 我很简单地说 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去骗like 去Facebook的世界里面去做评论员 我自己复试得到 其实我是一个超零的 活跃于新媒体的人 因为我是属于70年代汇考 汇考我想大家都没听过 我想在座 我仍然 我是小学汇考的人 小学还要汇考 不是TSA 是小学汇考 然后80年代中期在中文大学毕业 我同代人是马岳那些 其实没有人对New Media有兴趣 他们 马岳是我民主党的同事 蔡子强等等这些 他们曾几何时都是一些活跃于主流媒体的评论员 但我的意思是说无论你选择什么位置 什么岗位都好 如果你想make a difference 你写评论 我以前都是一个左胶 因为我是读社会学出身 我相信知识分子不是要去解释的世界 而是要改变的世界 然后我觉得理论是一种实践 我仍然相信这件事 但现在跟你在结合的就是热血公民 他们真的变成了行动 他们真的有理论和学习 如果你仍然甘于躲在你二十多人的圈子里面 写一些给你朋友去分享的文章 我可以这么说 public intellectual这一件事是会消失的 at the end of the day 它是会给你刚才所说的KOL 全面KO 但是你要记住这些KOL后面 是有各种的政治与商业利益在后面 他们是无信念可言 intellectual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有个intellectual不是input是honesty 它是要对它自己信仰的东西 是有个坚持和consistency在这里 现在你看看 日日在status都在搬聋门 因为每一天都可以update自己新的status 过去你说是没有影响 不是没有的 本土运动 港独运动就是受互联网的民意影响 催生的一个运动 但是那些人是可以日日搬聋门的在这里 因为他们是没有一个intellectual的honesty 他进一步指出 今日的传媒斗快斗点击率 传统的守门人角色就越来越难做 他认为作为一个传播者 不论年龄在今时今日一定要投入新媒体 不要再拘泥于那个形式 先可以保住话语权的说 我们所谓打破同温层 不想围牢取暖 不想日日搬聋门 不想有一些不负责任的评论 或者假新闻的时候 我们可能仍然需要一些很old school的人 是他以public intellectual 去作为自己赋予自己的角色 但是他也都愿意在一个新媒体里面 去用他们的方式去表达一个old school的信念 我觉得这个才是今天我们要认真去思考的问题 有些东西是不变的 media的形式可以改变 deliver的平台可以改变 今天可以有big data 有不同的digital platform 去deliver你的证件 可以youtube直播 可以facebook live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信念 如果你的信念是没有办法 through new media 传播的话 可以这么说 50年之后 你可以想象到媒体的形式是怎样的 已经不会再有人看文字 而你今天写的那篇评论文章 只会存在在google search找到出来 因为你是text format 你想想50年之后的人 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接触commentary 是不是再看文字呢 所以我就说这个 就算你是一个学院派的人也好 我觉得都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当然未必人人都是评论家 不过是多了很多 没有经过新闻训练 没有经过学院训练 对很多的资讯的操守 是没有看法的人 去影响工作 以往我们假设大众媒体里面的总编辑 编辑等等 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system 是帮大家做gatekeeper 将那些假新闻 将那些有政治利益 商业利益的东西 全部把它隔开 尽量做到相对的客观 但现在没有了 好了 如果你继续说我是一个public intellectual fine 不过 你在社会上已经没有影响力 这个就是我自己最惊讶的 亦都是我自己 为何去到这样的年纪 还要做facebook live 亦都是这样 网上的评论五花八门 只要有个人的社交媒体的户口 就可以发文去表达一番 当然啦 有多少人看 或者是被什么人看到 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 发表意见的门栏低了 是不增的事实 在场有观众就问 这个是不是导致评论 低俗化的原因呢 为什么它越来越有这个印象呢 刘世良就以近期广受讨论的一套电影 星星梦女人Lalaland的一些网上评论做例子 我觉得从来社会的意见都是不同的 Strada 我觉得 只不过过去那些低俗 或者被视为低俗的意见 是没有办法 有个公开的平台去表达出来 大家也没有一个公开的平台去支持这些意见 所以它就一直存在 是一个HSA 是一个语语 就是大家去酒吧 或者吃饭的时候才讲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觉得是改变了的 其实不是说特别低俗的一些人 而是一些你视为低俗的东西 more visible 但我觉得反过来 我们不要去怪责那些越来越低俗 Lala静静说港女等等 我觉得反过来 我们要问自己 如果你真的想从一个向荷里活致敬的角度 去评论这部电影的时候 你又怎样可以去吸引到 这些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 去看你的影评 你tie in with港女 很明显那些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 都会有兴趣去讨论 因为这是大家最热冲于讨论的其中一个题目 所以我觉得 对很多自视为自己是elite的人 那个挑战是很大的 如果你仍然相信理论是一种实践 这个社会需要一些public intellectual 不是KOL的人 然后他愿意用他们的知识去推动这个社会改变的话 我觉得越来越困难了 其实是 因为跟你competing那些人 更懂得掌握 那个民意市场的玩法 他们标题党又比你更好 在youtube前面 在那里骚手弄支 又比你更好看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不是说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的问题 现实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呢 网上的评论是一种anti intellectual的倾向 如果你说intellectual honesty 你说理论 你说道德 这些东西今时今日在网上的世界里面 是被否定的 那你如何去面对这些东西呢 网上博客金欣婷就说自己很老土的 讲起电影 讲起艺术评论 他觉得 必须要有要求才行 讲艺术评论 先拿一个问题 我这个挺有意思 因为我经常跟朋友complain 其实网上你看到很多关于电影或艺术的文章 现在最流行是做什么呢 第一刚才那种讲女色 第二种 是将那个电影的主题再讲一次 即是Lalala是讲梦想的话 就将梦想这个题材放大 然后在文章里面做一次一部电影的 剧情的 summary 然后将梦想的元素放大 然后就说我们真的要追寻梦想啊 然后就有很多人看了 这个是艺术评论来的 那么 十篇里面 我想有九篇都是这样的 那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写了 我自己这个blog喜欢写 我字文不是写得很好 叫电影文本笔记 那我最近很努力地去写的 就是说如果我写电影是一个文本的话 我要怎样从什么角度去看呢 我写个树大招风啊 就是逐个逐个部分去看 甚至现在写着王家为前牌 即监制那部 即摆导人都写着 但我写很长时间 又写很长 因为要想 那归下去的一个问题就是 也就是刚才另一位朋友问 如何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我觉得无论是消费者也好 评论员、家人也好 现在是不是要想一个很老套的问题呢 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呢 好像现在你写一篇文出去 你自己是不用修炼的 就是很多人说La La Land 我就说La La Land 有几套critical 里面一定会refer到的电影 是必须要看了才可以了解到 La La Land 做了些什么 然后你才可以说他喜欢 还是不喜欢 那你有没有看过几套电影呢 例如说《秋水依人》 《Sale in the Rain》 《A Star Is Born》 就是当时你有没有看过呢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看过 但是你要去写那篇评论 甚至你去阅读那篇评论 就是做一个消费者 或者一个写评论的本身 其实对自己可能都需要有一定的要求 你问怎样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其实我觉得不是给你一个规则 或者给你一个指令 这样做就可以了 其实我自己是真的很老土的 可能是如果你想做一个 精明的电影评论消费者 你看多些戏 看多些艺术评论 多些自己的想法 多些跟朋友谈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捷径的 不是 我有捷径的 我告诉你 我的方法是很简单的 逢是那些读号很多的 我就不看的 就是那些评论 不要说笑 这个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中文系的同学 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老师教我 什么叫陆经驻我 和我驻陆经 究竟是你上电影新 还是电影上你新 写一个评论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区别 那个 不要浪费我时间 的一个很基本的标准 如果某军 他感情澎湃 想借这套追梦的电影 去抒发他 追梦过程里面 的个人感受 我是不会看的 这些评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在评论电影 他是叫做 我驻陆经 就是说用自己 用电影来说自己 我又不认识他 三不认识七 所以我就不会看了 但是如果 我经常说 我追求的评论 如果他是以电影论电影 会认真地看 我最近看过 家明写的 拉拉雷人的评论 我觉得是very good 所以我觉得 那个是有个标准的 刘世良早两集就讲过了 评论最紧要一个字 爽啊 今集他说 其实评论好坏 真是有个标准的 他决定一篇 评论的高与低 标准又是什么呢 坦白说 一套电影 你要写得透切 如果写三四百字 是很困难的 我觉得 我不是说一定要写几千字 但起码你也有千多两千字 才可以 将一个论点 或者两个论点 讲得透切 政治评论也是一样 书评也是一样 现在很多是我们叫做 skin deep的评论 那些 归类叫做 书法个人感受 那些不是评论 书法个人感受就是 借一件事 包括一个食物 一只杯 一套电影 一本书 或者一个旅途上的 你看到一个风景 然后去抒发自己 因为 社交媒体是会令到你情感澎湃的 就算你本来不是一个这么sensational的人 你都会突然间变成很sensational 因为你觉得这样就是型的 这个就是一个 你自己被社交媒体操作你自己的情绪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么多东西去想 其实根本是 不过 我们叫做为民而造情 还是为情而造民 社交媒体 我觉得是为情而造民 所以 我喜欢看酒的评论 我喜欢看足球的评论 我看足球的评论 就是什么呢 讲战术的 第一 你不要跟我讲球盘 我没有兴趣 讲战术 讲战术是有information在里面的 第二就是 你讲到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你不要再做的 男女主角最终没有办法在一起 真的会伤感 第三就是你要去 转发或者去加一脚那一刻 加一脚是没有问题的 为了解呢 就是很多时候 这个是同温层里面的运作 那些所谓share 然后你自己加一句comment 再share它出去 但是呢 反过来 有一些東西你想特別去分享給一些人看的時候 你的評論 我覺得是要想清楚怎麼寫的 比如你剛才說的 你看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可能是很久很久之前念月珍寫的 你覺得在今天的情況下 這篇文字再讀是有意思的 那你就是一個創作者 你創作者去看兩年前念月珍這篇文 或者晴祥在《眾新聞》那篇文 你就不要隨便分享就算了 你要寫幾句 究竟晴祥這篇文的好處在哪裏 它說到什麼給我聽 我從來沒這麼想過 原來你看這些案子裡 就是看到整個利益集團的運作 那你就把最重要的一點 在轉發的時候放下去 那我覺得 就達到你去製作這篇文章 是有質素的評論 希望大家看那些 所謂膚淺文章以外 能夠看到一些有質素的評論 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我們 能夠活用這個社交媒體的方法 現在資訊爆炸 但是人的時間和精力就有限 前港大學生部學院編輯劉爾正 就決定退後一步 不要對念書太過認真 有時不如走出門口 揭下書 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我自己用自己的體驗去試 就是撤出Facebook 撤出Facebook的意思 不是完全撤出 而是不要將Facebook 拿去做我主要接觸消息來源 我覺得回到書的世界 是一件好的事 始終書代表的是一種知識 而這些東西是可以留得低 因為我自己看完一篇評論 真的好像劉上榮這樣說 就是我真的不記得了 明天我也不太記得 而我看完一本書 那些知識真的可以沉澱到 當大家越來越投入Facebook的時候 其實人類對Facebook的依賴就會越來越大 而我自己Foreseable這個問題是很危險的 就是它令到動員的能力 可以用網上可以project到現實世界 但是它同時在現在發展到一個地步 就是它在做無限那麼多的同溫層 就是我自己看一套劇 Netflix現在做 叫Black Mirror 那它每一集就是講 可能科技發展會去 帶到最後 可能會有幾恐怖的事的時候 那我看我真的自己心驚 心驚就快去看書 看書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又不覺得 真的很消極 而是 偶尚人說得很正 就是Facebook是一個正商聯手的集團 去控制你 去Feed你 去吃什麼東西 而我真的沒有 自問沒有能力去打破 那個所謂的正商結構 那說的就是 Facebook的Marketing 就是有人給錢 一些所謂的KOL 然後做一條Feed出來 然後那條Feed 去拿到多少Likes 那他就可以 那個KOL就拿回多少錢 那整件事就是 就是這樣運作 而我們是不知道 我們是一個很免費 一個很好的Plattform 去給我們接收一些訊息 而我都看不 暫時都不是很看到那個Wayout 我認同 那本書給了那種 即是很衝擊我思想的感覺 可以講很多年 那現在的評論 很難我一篇評論 我真的會講很多年 那這個都是事實來的 那當然都會說會有些insight 但是未必會到一種衝擊的地步 那所以我覺得 現在是不是會想 當網上那麼多評論 那麼多資訊 那麼多事實 在我們面前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很多功力 去守住我們自己的想法和價值觀呢 不看書 是否真的可以有能力篩選呢 沒有吸收足夠的知識 是否可以在這個這麼動盪 或者這麼紛亂的世界 去分析所有的東西呢 甚至去作出評論呢 其實都是困難 那麼過去這幾集的討論 希望大家都會有所啟發 我們下個星期日晚8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的大學堂再見 拜拜 大學堂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